一同蒙恩典的经文是西伯来书八章五节 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士的形状和影像 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 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 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 在山上只是你的样式 阿们 接下来由金光上师班现实演奏之后 听珍珠门万民教会金上会牧师讲 天国的形状和影像 阿们 我们来教会礼拜 过相生活 是为了信靠神进入天国 信靠神是不仅要相信神是永在活在的神 还要按照本为真理 本为道 本为道的神的道而行 我相信神必医治我 必赐福于我 就这样盲目地忍耐等待 不能蒙受阴云 世上有很多人学习圣经 教圣经 但是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神至身的心意 能够正确地教导别人 主要牧师在神面前祷告 近十七年 依靠你求告我 我就应允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这句经文 为领悟蕴含在经文中的 神至身的心意不住地祷告神 都不知道神何时会应允 还每天极尽全力 昼夜祷告神 他祷告神不是为了自身利益 是为了让那些虽然相信耶稣基督蒙受了救恩 但是误会神 没有天国盼望的众灵魂 爱神 蒙神喜爱 离弃罪 指望天国 我来本祭坛之前 知道 听说过有天国 但是不知道天国是什么样 有人说 天国就像是青青大草原 可以跟动物一起玩耍 蹦跳 那里的生活特别快乐 特别幸福 我就想跟动物玩 那有什么好玩的 又有人说天国有漂亮的冠冕和房子 我们祷告神 神会垂听 在天国为我们预备漂亮的冠冕和房子 我以为就是这么回事 我就这么祷告 还说 神讲究公平 等我们到了天国 神会把赏赐平分给每一个人 这我也信了 不了解天国 也不知道会得哪些赏赐 所以对天国也不感兴趣 我还听说 相信耶稣的人已经得救了 所以也没有指望天国 就在这地上寻找乐趣 现在人们常用公平 公正这两个词 简单地说 公平就是给所有人平分 对等 均分 公正是根据各自的能力和努力的程度来分配 比如有五个孩子 公平就是给每个人平均分配 公正是对谁 谁表现更好就给他更多 神给我们公平分配得救的恩典 正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后半节经文所说 他教日头 照好人 也照歹人 教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天国赏赐是公正分配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说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着众使者降临 那时候 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神照我们个人在这地上的行为报应我们 多重的人多收 什么都不重 就什么也得不到 现在听主任牧师讲道 明白了天国是什么样的地方 怎么做才能领受更多的赏赐 进入更美好的天国 父神用全能保障 主任牧师讲的有关天国和地狱的讲解都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会凭靠坚定的信心努力进入天国 圣徒们 大家喜欢旅行吗 小时候去毕业旅游 还可以去圣地巡礼 度蜜月 为孝心父母一起观光旅游 我们会出去旅游 欣赏美丽壮观的景色 吃美食 参观博物馆或者展览馆 到统一展望台可以看到北韩 还可以参观韩国战争博物馆 那里陈列着战争时期使用的武器 生活用品等遗物 虽然不能体验当时的战争 但是看那些模型 多少能够想象得到当时多么混乱 多么恐怖 多么艰难 亲人离别 多么痛苦 有些地方呢 我们没有去过 只能看见照片或者视频 但是到现场去体验 跟看模型和图片感觉完全不同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去天国 但是只要在这地上 找到天国的形状和影像 多少能够猜测 天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 先知以诺 对父神朝思暮想 特别好奇 神的面孔是什么样子 笑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哪怕在这地上的空气当中 也渴慕感受到神的气息 对父神一往情深思念万分 哪怕是在这个地上 也渴望寻到父神的痕迹 今天我们一起去天国旅行 不是真去天国 就在这地上寻找天国的形状和影像 启示录21章23节说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因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羔羊为城的灯 天国充满父神和主的光 不用日月光照 在这地上寻到的第一个天国形状是光 现在有一个新造词叫火呆 听说过吗 火呆就是 看篝火发呆的意思 据说 默默地看着篝火 还可以让因 累积压力而受到刺激的大脑 得到休息 情绪稳定 点火可以取暖 天冷的时候 人们愿意坐在旁边 把几个地瓜放在上面烤 刚刚烤出来的地瓜很烫 把它吹冷 一口一口地吃多香啊 相信我们圣徒们也都有这种回忆 白天有阳光 阳光不仅照亮黑暗 还能呈现美丽的彩虹 还可以杀菌 让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制造生命体所需的氧气 父神的属灵的光 和世上的光截然不同 是哪一种光呢 哈巴古书三章四节说 它的辉煌如同日光 从它手里射出光线 在其中藏着它的能力 神的光藏着全能 全能就是权势加上能力 是击退黑暗 医病创造统治的 父神的大能 雅各说一章十七节说 各样善美的恩赐和 各样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它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神的光是爱 是恩典 是完美的礼物 有如我们在天冷的时候 靠近篝火取暖一样 父神照耀的光 靠到月尽 我们心中 会更加充满恩典 爱 喜乐 幸福和感动 地狱 地狱没有光 是什么地方呢 那里充满恐惧 绝望 后悔 怨恨和罪恶 不仅遭受全身被火烧着的痛苦 内心的痛苦更大 想着永永远远 遭受地狱的刑法 永远摆脱不了地狱的痛苦 没有一点点希望 这种痛苦和压力 没办法形容 天国充满着 父神的属灵的光 是永远喜乐 享受永生的 充满幸福的空间 充满善与爱 永远幸福快乐 平安的地方 天国有好几层 有乐园 还有新耶路撒冷 在这地上 做成心中的割礼 努力磨成神的心 磨得月下 天国的房子 也离神的光更近 在天国各地 都有父神灿烂的光 照耀着 但是离父神越近 父神的光 也更加强烈 所蒙的恩典 感动 善与爱 也更加浓厚 所以我们应该 把各样的恶事 禁戒不作 完全成为圣洁 成为光明的果子 我们 寻到的下一个 天国形状是香气 以福所书 五章二节说 也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 当作新香的顾目和 积物献于神 由此可知 神多么喜欢 善美新香 天国充满 主善美的新香 就是主的善和爱的新香 在旧一时代 人们献祭是为了向神 献上美丽的新香 那祭祀的新香 就是模仿了天上美丽的新香 就是模仿了主的香气 是在这地上打造的形状 我们身边有很多花 味道香浓 闻到那花香 心里特别舒服 总想靠近它 人们喜欢在院子里种花 观赏 闻闻花香 曾经流行过 芳香疗法 芳香疗法 源自用香味治疗一词 据说从植物或花朵中 提取油和香味 通过鼻子泄入 有助于缓解压力 世上不仅有香味 也有臭味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们现在一天 可能换好几双袜子 以前有一些人呢 不是天天换袜子 他们国家很热 不穿鞋光着脚 后来人们开始穿鞋和袜子了 刚开始人们还不太习惯穿袜子 下班回家后脱了袜子也不洗 跟鞋子放在一起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再把它穿上 天那么热 一双袜子 穿三四天会怎么样 味道特别大 被熏得头疼 进屋脱掉鞋子 那味道 那味道不知道有多大 他们采过的大理石地砖 或者地板格 擦了还有味 第二天还有味 他自己没有感觉 不知道有多臭 据说人的鼻子 长时间闻一种味道会产生嗅觉疲劳 嗅觉麻木 闻不到自己身上的味道 他们太穷了 没有条件天天换袜子 也不能怪他们 我就到附近的袜子 加工厂买了一箱袜子 发给他们 在林里恶臭 就是罪恶的味道 那会有多臭呢 我们是否嗅觉已经麻木 闻不到这罪恶的味道 要好好刑察一下 做犯罪行为就不用说了 说话 给人定罪 论断 诽谤 造谣 心里有情绪 有仇恨 生气 这都是灵里发臭 以弗所说 四章二十六节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我们如果生气 含怒 就会发出恶丑 如果对人论断 定罪 厌恶 那么我们心里会发出这些恶丑 可惜 灵力嗅觉麻木 闻不到 父神 悦纳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礼拜时的 善美的心香 礼拜的时候 要保持仪态端正 一定要记住 应该把我们心中的喜乐 感谢和盼望之香 善的心香 献给父神 我们的言行举止 心思意念 不能有罪恶的味道 跟大家分享一位劝使的见证 他虽然年纪大 但是在教会食堂热心侍奉 教会大大小小的事情 他都积极侍奉 传道 复兴 这是他的祷告题目 他努力向人们传道 但是带到教会之后呢 留下来的没有几个 让他感到十分亏欠 有一天 他通过一件事情 发现了自己身上的问题 昨日 他去女儿家 要带孙女 去教会 女婿看到他 也没有打招呼 以前看见他都很热情地打招呼 那天 没什么反应 确实心里很不舒服 他在礼拜的时候想 今天是主日 我何必为这点小事 跟女婿闹情绪呢 这让他想起来 平时 自己平时的心态 在教会食堂侍奉 给圣徒们做饭 有的圣徒会说 今天饭菜 做太少了 不够吃 这菜太咸了 他心里就不舒服 平时帮女儿带孩子 有时候在教育孩子方面 跟女儿意见不合 心里不舒服 他还发现自己得不到认可和表扬时 会很难过 有人跟他意见不合 心里也不舒服 为这些事情向父神悔改了 还有在定期代理祷告会上 祷告神给他能力 学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 考虑问题 尽量理解他 即便对方做的不对 也能够原谅 等候 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珠子 值得感谢的是 他 他姐姐 他姐姐还不姓主 但是给他介绍一个人 他就向他传道 那个人正在找合适的教会 这位宣誓的姐姐对他说 你去我妹妹那个教会吧 他们两个人都没有通过电话 都没有见过面 主日早上第一次见面 一起去教会了 这位新圣徒之前肩膀疼 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 就算做手术 也不一定能好 还有可能产生后遗症 所以他也不敢 不敢手术 就那样疼了几年 来我们教会第一天 大礼拜 接受医治祷告后 他说肩膀好一点了 就登陆了 做第一场礼拜 接受医治祷告后 得医治了 他说 想让更多人来教会 就把圣徒们病得医治的照片 存在手机上 积极传道 第二周 他把亲哥哥带过来 第三周 把他哥哥的熟人带到教会 这位宣徒说 我只是发现自己心里有情绪 委屈 祷告父神 努力离弃 没想到神让我 结出传道的果子 太感谢了 还有一位直视的见证 自从发生疫情 他和丈夫总是在家里 丈夫还不信主 心里特别难过 他跟丈夫说 我要去教会 丈夫就不高兴 两口子经常闹矛盾 有一天 这位直视生病了 全身难受 偏头痛 饭也吃不下 过了一周 也没有好 也做不了家务 还不去医院 丈夫又不高兴了 他身体还没好 头很疼 但是需要买一些食品 就跟丈夫一起去逛超市 两个人分工 一个在楼上 一个在楼下 约好了 买完东西 在哪见面 他买这买那 不知道过了多久 看手机 有十几个 有十几个未接电话 是丈夫打来的 都没接着 马上回电话 他丈夫特别生气 对着电话 喊你在哪 他想 丈夫肯定会很生气 觉得 对不起他 要是以前 肯定会跟他吵 我身体不好 你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吗 你过来找我 不就想了吗 但是这回 他能理解丈夫了 觉得自己做得不对 真是奇妙 本来头疼得要炸了一样 连饭都吃不下 突然就不疼了 丈夫虽然还没来教会礼拜 但是从那以后 每次他要去教会 他丈夫就开车送他 两个人更加相爱了 人内心的变化 表面上看不出来 人是看不出来 但是看人内心的父神 看透万事 当我们靠着神道 发现心中的罪 心意更新变化时 神会医治我们 为我们解决问题 让我们结出传道的果子 当我们除掉心中 因体贴肉体而 论断等恶臭时 蒙受应允和祝福 做主内的事情也是一样 听从领导的指示和安排 这非常重要 你在担当使命的时候 是用自己的意 还是散发爱与善的心香 要好好省察一下 如果是本着自己的意 认为自己是在服从领导 却不懂得体贴别人的感受 自我感觉良好 认为我顺从了 我做得很好 披上爱善与和平的心香 就能体贴别人 关注身边的人们 都是什么心态 有没有人被冷落 有没有人内心受伤 从而保持跟众人和睦 能够顺从 这样才能够完全顺从 结出丰硕美果 我们寻到的第三个天国形状是家庭 启示录十九章七节说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 婚娶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主是我们的新郎 得救的儿女们将成为主的心腹 被请妇婚言 这是多么大的祝福 受造物 人居然能成为神子耶稣基督的心腹 启示录十九章九节说 凡被请妇羔羊之婚言的有福了 人们在这地上结婚生子 经营家庭 在一个正常的家庭 能够感受到天国和 天国的喜乐和幸福 可惜现在幸福的家庭不太多 人们因为性格不合 为了钱在外面搞外遇 行家暴等原因离婚 有的人想离婚 但是考虑到孩子 或者是因为经济上不独立 不敢离婚 很多夫妻早就不相爱了 早就不讲话了 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 人若说我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 或是说谎话的 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说是爱主 却不爱自己的人生伴侣 那么说爱主 这句话是假的 想要让那句话成为真 那就要真心爱他 如果你爱灵魂 但是跟自己的配偶 孩子和父母合不来 没有服饰没有关爱 那就应该反省一下 你的爱是不是属灵的爱 再分享一位圣徒的见证 他的丈夫 原来做生意 后来就不做了 天天在家里待着 筹划别的生意 也不出去找工作 天天在家 丈夫不出去 她也不能出去参加祷告会 也不能去探访 丈夫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她心里很不舒服 不过她平时很横切祷告 努力把心中的情绪 转换成爱心 丈夫没有了收入 生活也不宽裕 但是她每天 为丈夫做好吃的 去参加代理祷告会前 为丈夫铺好背路 为了给她保暖 每天在地上铺她 喜欢的厚垫和垫柱子 那个垫子 特别重 可她每天 都为丈夫 把她铺好以后 去参加代理祷告会 有时候想 被子这么重 也不帮我一下 但是她每天都这么做 手机上 从丈夫的手机号 把老公两个字 改成了我的安慰 我的后盾 努力服侍 多多关心她 祷告神 有一天晚上 去祷告前 照常为丈夫铺 背路 对丈夫说 你说在哪儿 能找到这么好的妻子 没有人会为丈夫 提供这种服务 丈夫说 我知道 谢谢你 对她微笑 青少道男人 能说这种话 真的不容易 她平时总是抱怨 觉得电子太重 只是义无性地 为丈夫铺上 但是听丈夫这么一说 非常感动 感觉心中有一股暖流 现在她丈夫 她现在特别关心 她理解 她为她铺 背路的时候 不觉得重了 开开心心地为她铺上 做的是同样一件事情 铺的时候一样累 丈夫还是不帮她 但是她的心态变了 感觉什么都变了 丈夫虽然还不信主 但是两个人特别聊得来 丈夫也有改变 教会有什么事情呢 她都继续帮忙 家庭是可以练习天国生活的场所 是个幸福快乐的地方 将来到天国 肯定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不过在这地上 要在主内按真理而行 度过幸福的日子 想让家庭变成天国 首先应该省察一下自己 是徒者受人安慰 帮助 关爱 想要依赖别人 还是主动给人安慰 帮助 关爱 之后把天国的宝石 拿来装饰房子 天国宝石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别人益处的 关爱 付出 牺牲和服侍 我们找到的 天国形状 第四个 也是最后一个 是水 启示录 22章1节和2节前半节说 天使又只是我在城内 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的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所有生命体都离不开水 在这地上 看着清澈纯净的水 感觉内心也变得干净剔透 看着清澈的海水和湖水 感觉特别美丽 心情舒畅 天国有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生命水的河 是从天国中央 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 从神的宝座流出来 从新耶路撒冷到乐园 在天国所有居所循环 再回到新耶路撒冷 这生命水的河 清澈纯净 使徒约翰说 明亮如水晶 用光照水晶会反射出灿烂的光 在生命水的河上 天国闪烁着 耀眼灿烂的光 那种清澈剔透 是跟这世上任何事物 都无法相比的 表达父神的心意 是毫无黑暗 金银剔透 耀眼发光 无瑕无私 纯净美丽的心 是一颗完全的心 我们去天国 会喝这生命河的水 在这地上 根据各自成就的信息的大小 可能要去河里 自己成一杯喝 有的人想喝水 天使马上知道了 把生命河的水 倒在漂亮的金杯 或者宝石杯里 给他 那水会是什么味道呢 是在这地上尝不到的 甘甜的味道 喝了之后 全身充满 我们都知道 这生命河水的味道 好像是在哪里喝过 十篇十九篇十节 都比金子可羡慕 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 比蜜甘甜 且比风房下低的蜜甘甜 我们生活在这地上 听父神的道 蒙受恩典的那份感动 犹如在天国 喝生命河的水 味道甘甜 让我们感到痛快充满 或许 我们会在天国 喝着生命水 回忆这地上的往事 当我们生病痛苦的时候 靠这世上的医学 无法得志 在绝望之中度日时 靠牧者的全能 得志的感动 听神的道 发现自身的罪 悔改归正时的喜悦 当被这地上虚空的生活 所疲惫不堪时 得见主的喜悦 在这世上拥有很多东西 但是那些都是注定朽坏的 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此时听到了牧者讲道 得到了天国盼望 在人生最低谷 背负那靠自身力量 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时 听到亲爱的牧者讲得道 明白我们灵魂的问题 我们所感受到的那种充满痛快甘甜 就是这生命河水的味道 在天国应该充满感动和恩典 是在这地上 披带肉身时所无法感受到的 喝到生命河的水 应该会流着感恩的泪水 喜极而泣 感觉这才是真理 是永恒天国 是永不消失的充满和喜乐 跳着舞进生命水的河里细水 有泡泡身子 天国新耶路撒冷是真实存在的地方 此地只是个模型 是个形状 是个影像 天国是我们务必要去的地方 仇敌魔鬼 黑暗 诱惑人们 千方百计 绊倒他们 所以不能被世上甜蜜的诱惑所骗 有的人说是 有人用甜蜜语骗他 让他上当受骗犯了罪 我们应该学会分辨 世上的甜蜜语和神道 甘甜的味道 怎么分辨呢 用味道分辨 用味道的成分来分辨 想想那合乎神的道 还是违背神的道 即便是甘甜的味道 如果它的成分违背神的道 那就是仇敌魔鬼做的仿造甜品 对我们来说是个毒药 所以我们应该时常警醒祷告 按神道而行 恐惧战惊 做成得救的功夫 时间到了 我们的旅行也该结束了 这场旅行怎么样 快乐吗 请大家在身边找找更多天国形状 找找那些父神 藏在这地上的天国的影像 让新耶路撒冷盼望日益增多 讲结论 小时候 我小时候家里有一头小牛犊 脖子上套着一条绳子 等他长大一点了 力气也大了 拉绳子 他也不肯过来 拉不动他 过了几天 几位叔叔过来 用竹子 做了一个锥子 去了牛棚 告诉我说 牛会到别人家的田 破坏农作物 等他力气变大了 就管不住了 所以必须在他鼻子上穿孔 给他戴上鼻环 但把牛绑起来 用手抓一把盐 塞到他鼻子里 给他鼻子穿一个孔 把鼻环戴上 几天后 我拉了他鼻环上 绑的绳子 在他面前拉 他不肯来 拉绳子 鼻子肯定会疼 可他还是不肯动 有人告诉我 如果用太用力 他的鼻子会疼会出血 叫我不用再 不要在前面了 就在后面跟着 我站在后面喊架 他就往前走 我说左右 他就向左向右 他要吃别人地里的浓缩物 我就拉绳子 他就停下来 继续往前走 我从牛的角度思考 又从主人的角度思考 为什么一定要在他鼻子上穿孔呢 牛肚肯定不喜欢受到约束 很想自由自在地到处跑 鼻子被穿孔多么痛苦 主人可能会担心 牛会伤害到人 到处跑 吃地里的农作物 乱踩 就没办法在家里养了 如果牛乖乖听话 那就没有问题 但是牛不懂这些规矩 所以牛也痛苦 主人也心疼 只能这么做 想象一下 牛在花路 走在花路 他如果不破坏花朵 默默地 幸福快乐地往前走 那就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他非要吃旁边的草 来回走动 那就麻烦了 要拉缰绳 如果不听 就要打他 对他来说 那不是一条花路 是一条经济路 我想 我们去天国的路程也是一样 父神 愿意赐我们上好的天国 只要我们指望 新耶路撒冷默默地向前走 就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如果爱世界 走向世界 父神那么爱我们 肯定会拉住我们身上的缰绳 撒门记下 七章十四节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他若犯了罪 我必用人的杖 则打他 用人的鞭 则罚他 如果我们还是变逆神 刚必自用 父神就没办法继续拉 降绳 我们当明白 父神的爱 本着自由意志 顺从神 你走在花路上 如果你的心向往着世界 那么脚下的路就是荆棘路 即便走在荆棘路上 如果内心向往着天国 那条路就是花路 在世上的时候拥有的梦想 为父神的国度献上 自己喜欢的想做的 扭转自由意志 顺从父神的旨意 我们心中 应该充满 新耶路撒冷盼望 天国盼望和新耶路撒冷盼望 具有差异 天国盼望 只是不想去地狱 希望灵魂得救去天国 新耶路撒冷的盼望是 弃罪成圣 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神的性情并非离我们遥远 是父神慈爱的心 善良的心 仇人枪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 有人要拿你的礼仪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求他人的益处 为他付出 服侍与众人和睦 这就是主的心 是父神的性情 我们心中都要充满 对新耶路撒冷的盼望 迅速做好心腹装扮 正如启示录22章14节经文 成为洗净自己 自己衣服的人 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 思考今天分享的内容 一起祷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